足球隊整個將墜機 讓很多人 寄予他們得牌的這個夢想停止 我們看到其實足球 在歐美國家很受歡迎 現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他們對手說我們棄權 我們要致意 甚至還說要讓這個球隊 有更多的時間能夠重整 希望他們將來能夠再出來打球 其實這支球隊是巴西的 所謂的他們的職業聯賽 甲籍聯賽裡面 20支球隊的其中一隊 這支球隊其實叫查比 高安斯隊 他並不是一個很頂尖的球隊 其實他在2013年 才從乙籍升到甲籍 有升過的 對 他是從秉籍升乙籍 然後乙籍從2013年才升到甲籍 對 他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慢慢的實力往上爬的一支球隊 然後他這一次要飛到哥倫比亞去 他就要去參加南美俱樂部的決賽 這個冠軍賽他是採主客場制 這一場是第一場 他是客場 他必須要飛過去 然後這場比賽如果舉行的話 七天後一個禮拜之後是回到巴西 來打第二場的比賽 那就是其實也很不幸說 到這個期間發生這個空難 22個選手都在飛機上面 其實包含隊指援 其實這個災難發生之後 可以講說這支球隊已經是徹底的 已經毀滅 對 已經毀滅了 到底該怎麼辦 他的對手第一個就出來質疑 哥倫比亞球隊叫國民競技隊 他說這個冠軍我想就是就給這個對手 可以這樣子嗎 表示尊敬 因為這場比賽也沒辦法打了 沒辦法打了 他說我冠軍就是給他 巴西內部來講 他們的賈吉的球團 他們講20支球隊 他們最近就是達成一個共識 他想說我們可不可以把 我們現有的選手借給他 把他拼湊一對 對 把他借給查比高安斯 對 在歐美的足球賽裡面 比較少見 這個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比如說球員合約的問題 每個球隊都是職業球隊 他合約要怎麼算 這是理想的想法 對 這是比較理想的想法 還有球迷的認同感 我這支球隊整個都不見了之後 這些選手其實都是 從別的球隊到我的球隊來 那種認同感會不在 所以我覺得查比高安斯 其實碰到這樣子的一個大的災難 要去重建他的路其實是很遠的 其實在足球場上 他是有一個有例子 如果說球迷們有印象 像曼聯 英超的曼聯 他還曾經在1958年的時候 他發生一個 你說木尼黑空難那一次 英超的曼聯是很有名的 對 我們講紅魔鬼 那一次曼聯 曼聯在1958年的木尼黑空難 他有八位選手 幾乎就是主力選手 一樣是空難 對 也是空難 一模一樣的狀態 他是飛到德國 他去打歐洲的 歐洲冠軍盃的四強賽 好像還有分散 沒有整隊做 對 他到了德國去參賽 他贏球 贏球的時候要回來 要回來的時候 他發生了這個空難 那空難之後 當時的像西班牙的 皇家瑪德里隊 他們也提出說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選手借給你 有這樣做嗎 後來曼聯他拒絕 然後有利物浦隊也說 我把選手借給你 可是薪水由你們來付 沒有成功 對 後來這兩個球隊 要伸出元首給他 他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後來 我們看到這次趕上 叫波比查爾登 他是當時蔓延 在這場空難裡面 生存的一個選手 他是當時聯盟裡面的得分王 進球王 他腦部受到重創 後來到了醫院之後 復健出來之後 他活下來了 活下來他重回到球隊之後 加上球團他積極的去診健 他去開始從青年軍開始去找 然後他花錢去從別的地方 再去買選手過來 整個經過十年的 重鎮 對 十年的重鎮之後 在1968年 曼聯拿到了 所謂的歐洲冠軍盃 十年重鎮拿到歐洲冠軍盃 當時因為空洞死了 八個最遠 是 對 所以用選手租借的方式 倒沒有成功的例子 可是還在靠自己最重要 對 球團自己來重鎮 可能會比較實際 可是這個時間 可能要花費的 就比較長一點